- 字幕提供的字幕提供的字幕提供 Yoshi 大家好我是Taka 這是一個介紹這本職棒為主的頻道,希望你們會喜歡 歡迎回到超新星系列的第六集 終於做到一半啦,這個系列一個禮拜做一次也要搞三個月 加上我的脫稿速度,有種可以剛好介紹日本一大賽的感覺 咳咳 那就希望我能在球技結束前順利做完這系列的影片囉 我們開始今天的主題 這次的主角是國內許多球迷在去年的12強賽中深深體會到他的可怕 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這位日本隊新生代四棒打者至今的球員生涯吧 林木成也 日文名Suzuki Seiya 綽號聖鬥士成也 因為名字和漫畫主角新史的日文發音相同 也都有著能帶給人希望的特徵 1994年於東京的荒川區書生 181公分98公斤 新名右頭右打的球員,守備位置是外野 5年的職棒生涯累積3x17打擊率、119支全壘打、399分打點、OPS0.972 還有674的倒壘成功 曾經在2019年拿下過打擊王和上壘綠王 連續四年入選明星賽以及最佳九人 是三界的外野金手套獎得主 剛剛在前面特別提到了林木出生在東京的荒川區 很巧合的和日本早期一部知名漫畫巨人之星的主角父子一樣都住在這邊 而林木小時候的棒球生涯也這麼巧合的和漫畫情節有著相似的遭遇 為了這次的影片我還特別回去閱讀了一下這部漫畫 情節大概就是在說主角星飛熊馬的爸爸星一測 原本是為能投出魔球的職棒球員 因為很莫名其妙的原因不能成為巨人之星而被趕出球隊 然後開始逼迫自己的兒子打棒球並要他成為巨人之星 接著就是一段虐待式的訓練和熱血的成長劇情 基本上就是一個抖M和抖S的故事 這種上個世代的題材和劇情我真的是啃不下去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斟酌看一下 而說到林木成也和這部漫畫的關聯性 除了生活的地方和主角一樣 也有著一名強迫自己打棒球而且非常嚴厲訓練的爸爸 林木從小熊二年級就開始在父親所帶領的少棒隊打球 並且在父親嚴厲的要求下每天都要進行特訓 林木爸也在家中弄了一個打網的空間 讓他每天回家後都還能持續練習 雖然訓練不至於大家所熟知的林木一兩父親那樣不人道的訓練量 也沒有像巨人之星漫畫內的新一冊讓兒子穿上浮誇的訓練裝備 但林木在後來的訪問中曾說到 他其實對這樣的練球以及親子關係感到非常厭倦 不過他也沒有因此感到討厭棒球 他很喜歡上場比賽的感覺但非常不喜歡訓練 但不得不說這樣紮實的訓練量才正是林木能夠在球場上享受棒球的原因 並且如果每次上場都吃K 守備還一直失誤是不會有這樣的熱忱的 而這樣的練球量加上林木過人的棒球天分 使得他從國中起就擔任隊上的四棒打者 柏山時擔任投手哥引進能投出時速138公里的訴求 這讓他在地方上成為了非常著名的球員 而高中林木進到了二松學社大學附中就讀 這所學校在東東京地區也是著名的強校 曾培育出了初之星這樣的超級明星選手 而進到高中地區的林木球技也有了顯著的成長 一進到球隊林木馬上就成為了正選球員 並且在高一的秋天就被撤出146公里的訴求 他成為了球隊的王牌投手並且開始吸引球探的目光 而林木不僅在投球方面有所成長 高中階段他也成為了投打、跑手、兼具的四拍子球員 不過在高中的三年中沒有甲子園的出賽經驗 二三連擊時都敗在了地區大會的準決賽 原本一直到高中都還是不愛練球的林木 在高三時因為教練曾對他說 有人在場邊關注你 再不好好練習的話進到職棒是混不下去的喔 這樣的一番話不僅讓林木對進到職棒是更加的期待 也讓他逐漸找回對練習的熱忱與態度 高中通算打出43支拳雷打 而且有著不錯的球速條件 可塑性極高的林木在2012年的選秀會上 被廣島鯉魚隊以第二指名選上 簽約金是6000萬日圓、年薪600萬日圓 被好選擇了和他有同樣姓氏 同時也是偶像的林木一郎的51號 而那年的選秀會現在回頭看起來真的是超級選秀大年 包括有大谷翔平、騰浪金太郎、東冰鋸、澤本郎大 順維比較後面的還有錦納祥依、恭喜閩郎跟金智佑斯等人 這些球員現在都是球隊的核心人物 而林木在選秀會時因為沒有甲子圓的曝光度 知名度相較前面說到的球員也較低 卻在第二輪被廣島選上也有著不小的話題性 一來是廣島連選了兩名的高中生外野手 第二是在第一輪原本是想要選一名投手的 沒抽先抽到才選了高橋大樹 而在第二輪時投手還有著澤本昂大 以及當時和騰浪大谷齊名的冰田達郎 而廣島在球探強烈的建議下第二輪選了林木成也 這名球探偉行家計先生在觀察林木時就看出了他的潛力 在選秀會上建議教練團一定要在第二輪選他 當時野村千二郎監督其實還在猶豫 到底要選林木還是選甲子圓表現出色的北條實野 野村監督問了偉行這兩個人誰的角成比較快 於是最終就成了大家現在看到的結果 而偉行在日後也將林木視為親弟弟般的在指導他 不代替一下偉行後來在隔年也發掘了田中皇甫 進到值班後的林木在春訓就獲得教練團極高的評價 在球團的評估下認為他的打擊能力高過投球能力 於是專心讓他成為一名強打者 生涯首年的林木幾乎整季都在二軍出賽 有著2×81打擊率兩支全壘打的成績 他也在球季末9月獲得機會上到一軍 這也成了繼1999年的東蘇會議以來 廣島隊再度有高中畢業選手在首年就被登陸上一軍 而林木也在兩天後就集出了生涯首安 雖然沒有留下突出的表現 但也看得出球團對林木的重視與期待 第二年的林木雖然還是以二軍出賽為主 但同時也獲得了更多一軍的出賽機會 他三度的上到一軍 也在9月的比賽中達成生涯初次的猛打賞以及生涯首轟 36場的出賽有著3×44打擊率 OPS0.822的好成績 接著在寧敵入選了第一屆21U的日本國家代表隊 而這屆的21U相信許多球迷到現在都還印象深刻 因為最終是中華隊在郭俊麟冠軍賽的好投下拿到了優勝 而林木除了在冠軍戰4-0之外 從預賽開始常常都出現安打 打擊率高達4×23 有著可怕的8×46打擊率 OPS1.377 他也拿下了賽會的打擊王以及入選了賽會的全明星隊 有了國際賽的好表現 林木在回國後整個信心大增 他在2015年球季開幕就擠進了先發名單 開始在一軍有著大量的輸賽 這時廣頭隊的外野除了玩家號以外 左右外都沒有非常固定的人選 而林木雖然沒有特別突出的表現 但在現任總教練續方監督的慧眼中 似乎早已看出了林木會是下一個外野的固定人選 2016年球季開始前 林木收到隊友小蛙哲野的引劍 終於能和他憧憬已久的前輩內穿聖衣一同自主訓練 在這段期間林木獲得了內穿流打擊理論的真傳 像是內外角球的應對方式 如何抓取打擊時機 以及受益最多的手腕和下半身的應用 內穿所傳授給林木的各項技巧 就像是在玩遊戲突然得到大量經驗般等級不斷的提升 林木在這段期間除了每天練習外 還不斷的重複看著訓練的影片 我想重現那個不愛練球的孩子 絕對沒有想過會有這麼一天吧 於是到了球季開始前 林木雖然受到右大腿傷勢的困擾到4月5號才回到一軍 不過一回歸就被安排在七棒右外野手出賽 在經過特訓後的林木打擊狀況維持得很好 棒次也不斷的被往前排 到了6月的交流戰對上歐莉絲的三連戰中 林木在前兩戰都打出了再見拳雷打 就是史上第10人能夠連兩戰打出再見轟 同時21歲達成這項紀錄也是史上最年輕 接著到 dever戰 中藤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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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局拼手時,再打出一隻自勝的拳雷打 如此瘋狂的表現也讓續放監督講出了Kamiteru這句話 那這句話翻成中文的話大概會是這個意思 這句話也在年底入選了日本的年度流星與大賞 而林木的好表現也沒有就此停下 他在整個交流戰上攪出3x4的打擊率 和大虎祥平一同後搬了交流戰的優秀選手賞 接著在教練橫的推薦下首度入選了明星賽 到了9月10號對上巨人隊的比賽 廣島隊睽違25年再次有機會拿下央年的優勝 林木在這場比賽中連兩打席打出拳雷打帶領球隊獲勝 廣島也確定拿下了央年的龍頭寶座 林木在整個賽季129場出賽 打出3x35打擊率、29隻拳雷打、95分打點 還跑出16次到雷的成績 其中打擊率僅以0.0005落後給首位的版本勇人 在經過年初的自主訓練後 林木直接蛻變成了聯盟頂尖的打者 真的是太神啦! 不過後面的季後賽和日本一大賽 林木都沒有太多的表現 黃島隊也在激戰了6場後敗給了日本火腿 球技結束後林木首次入選了最佳9人 同時也拿到了外野的金手套獎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金手套獎的成就 林木從進職棒以來甚至還練過游擊和三壘 生涯首年球技在二軍還曾出現過23次失誤的紀錄 隨後在16年球技拿到這個金手套獎 可見他在守備方面也是費盡了心思 才能讓球迷看到他不僅能打 還能跑能守的全方位表現 2017年球季 林木因為去年的好表現 在年初入選了經典賽的代表隊名單 他在熱身賽對上荷蘭的比賽中 曾在延長賽打出一支自勝的滿罐砲 可惜在正賽沒有獲得太多的出場機會 也僅留下兩成一式打擊率的成績 回國後的林木沒有因為經典賽的提前準備而亂的調整 他在開幕戰就用猛打賞來迎接這年的開季 並在後面的比賽持續維持著絕佳的手感 他在4月11的比賽中首度擔任4棒打者 之後逐漸定爐在四番取代了借退的名將心井貴號 非常有著勢呆交替的感覺 しかし 到了球技尾聲8月22號的比賽中 林木手打席還打出了一支拳雷打 接著卻因為處理一顆牆面的外野飛球時 造成骨折以及韌帶的受傷 被工作人員用單架台出場 經過診斷後需要3個月的時間治療 也意味著剩下的球技都報銷了 林木在這場比賽之前留下三層打擊率 26支拳雷打、94分打點、16支倒雷 還有OPS0.936的成績 而光島這年在NVP玩家號的帶領下 再度拿到了陽聯的優勝 林木在確定奪冠的那天 也在工作人員的協助下參加了當時的進攻儀式 對,這樣協助 他也在賽後被訪問時說到 明年他將會以最強的狀態回歸的 而這年的光島雖然連發陽聯優勝 但在季後賽敗給了橫濱 2018年球季 林木的腳上雖然還有著鋼釘在體內 使得他整技在防守以及跑壘上始終沒有辦法隨心所欲 雖然這讓他中斷了金手套的二連霸 但在打擊上他做到了去年球季末的承諾 他以最強的姿態為球隊拿下三連霸做出了莫大的貢獻 整技打出3x2打擊率、30支拳雷打、94分打點、6x18的長打率、OPS1.057的成績 各項打擊成績都名列前茅 而光島這年終於如願在季後賽打贏巨人隊前往挑戰日本一 日本一大賽上林木看得出來真的很想贏 他每場比賽都能站上壘包 並打出4x55打擊率、3支拳雷打和6分打點、三光王的成績 可惜光島最後被軟贏一波四連勝帶走了日本一 不過林木的表現也讓他拿到了系列賽的感鬥選手賞 球技結束後林木拆掉了腳上的鋼釘 並且把背號51號換成了廣島隊別具一一的一號 他獲得人稱孤高的天才、錢田智德先生的允許 繼承了廣島隊準永久千番的背號 而林木在繼承了背號後的2019年球技 再次將自己的成績推向另一個高峰 他先是創下個人生涯最多的140場出賽 並且打出生涯的白轟 以3x55打擊率和4x35的上壘率 拿下守衛打者和上壘率王的頭銜 拆除鋼釘後也打臉了那些對他速度上有疑慮的媒體 跑出生涯最多的25次倒壘並且再次拿下金手套獎 竟且防守數據UZR更只落後給同為金手套的平田良界 可惜光島隊在沒能留住玩家號 還有辛勤歸號退休 以及楊將持金號還被抓到的情況下 球隊從去年的優勝退去B段般五元晉級季後賽 接著在去年年底的世界12強棒球賽 林牧當然的也入選了這次的代表隊名單 他在上次穿上日本隊制服時還是銘板凳選手 這次在盜業監督的安排下擔任了日本隊的四棒打者 他也不負眾望的在社會上成為了每個投手最不想面對的打者 在對上台灣時也從王中豪手中敲出一支兩分砲 整個賽會四成四四打擊率 三支拳壘打13分打點的成績 帶領日本隊拿下這屆賽會的優勝並獲辦MVP 回國後球團也給了林牧一個對死最大幅度的加薪 他被加薪1億2000萬日元 年薪來到了2億8千萬日元 在今年的2020年球季 截至我做影片的這天為止 林牧的成績是3x40打擊率 11支拳壘打OPS1.083 依舊是聯盟中最頂尖的打者之一 雖然看到他上場打擊都非常有安定感 但目前廣島的戰績不是很理想 不知道在接下來的比賽中 林牧能不能力往狂瀾 帶領球隊突破重圍呢? 最後巧提一下 在PTT如果出現林牧的炸裂紋 下方都會出現一整排的柔 這是因為在一星年球季時 林牧在一場比賽的賽後 被週刊拍到出入生社場所 還當街錯柔女伴的胸補 而當天的比賽他吞下了3K 柔玩的隔天是4打數3安打 單場雙翔外加5打點 這被日本媒體諷刺 究竟是去做了什麼深夜特訓? 不過這都已經是過去式了啦 林牧在去年的8月 和日本體操女神田山愛里 完成了終身大事 希望大家祝福他們 不要再柔起來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支影片見,掰掰